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欧亚队上赛 撞了 三分手动手还是比较困难 就这个球 反拉 成功 你看这几个落点打得多好 团队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获得了澳洲委给予的赢奖 也就是说他们在 一般的呢 小心谨慎的就拿手腕去托 手腕是硬的 坏了 反拉了 反拉了 这时候张绿科打得非常的有耐心 结果是11比9 应该说呢 这个 刚刚过完 漂亮 好球 迎前 过度一板 再来 好的 使劲 哦 上来了 张绿科这时候也很幽默 他的耐心 面带笑容 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刚才这个 我们的摄像导演专门转到我们第五频道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现代汽车 2011年亚欧全民性平凡球对象赛 第三盘比赛 第三盘比赛之后呢 将是亚洲队的日本选手水谷损 对 所以明天晚上的7点30分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 收看中央电视台 刚才是水谷损 逆旋转 好的 漂亮 哎呀 这个时候很可惜 体能教练 这样的对运动员进行专门的专项身体素质的训练 要采取什么行动 好的 大家看他这个反手这一板啊 手腕用得非常好 这个时候太遗憾了 选择还是对了 那萨姆索诺诺夫就那种慢慢悠悠的 那全是说话呢声音也不大 那这个波尔正在准备战斗 水谷损的比赛 结果 这样今天张立哥呢 应该说这场球打的是比较完美的 没有明显的失误 而且呢 胸文把握的也比较好 您的看法呢 我跟你一样 确实今天打得非常 非常